最後我們都是在韓咪開的海拔 第3次 雞有雞味 魚有魚味 牛有牛味 蝦有蝦味 你今天吃了什麼味 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肥 我是阿愛 又來到新一期的食玩分調查 今期我們來到旺角吃這個放題 為什麼我們要來到旺角呢 就是因為有觀眾介紹我們來的 這間放題就叫做 大本營 價錢今天是星期六 我們就預約了7點 入場的價錢就是每位288元再加一 就吃兩小時的 我們事不宜遲了 開始調查之前大家記得訂閱我們 還有按旁邊的鐘帖 我們看出新見的時候 大家就會第一時間知道調查 開始 回家 邊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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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色一天 今天就是採摩 我們這一步 他們請坐在一起 在旺角 好,我們搖身一吋來到玉滿陸 好奇一問,不是本來是這個大本營火嗎? 對,為什麼要突然來這裡呢? 因為我們進去的時候,坐下準備點東西的時候 那裡的店員就禁止我們拍攝 所以就唯有由2C我們的肉部去到翌日的五市市段 就選了這個玉滿陸 玉滿其實都位於阿蘭的附屯,交通非常之方便 那我們為什麼選這間玉滿陸的房間呢? 就是因為有觀眾推薦我們來這裡試一試 而且這間玉滿陸其實是分開四個價錢的 而最貴是五百多元,加上差不多六百元左右 但是呢,實在太貴了 所以就選了C的套餐 而C套餐是多少錢呢? 468元一圍,加一 哇,都吃五百多元的喔 對,不過有些特別的食物就是中拖羅的食物 所以我們現在呢,就會先吃一些C套餐可以吃好的食物 留了一樣東西 就是原來呢,五市市 因為現在五市市市,可以吃三個小時後 好,那先試這裡的魚生先啦 那這個呢,C套餐的魚生就會有一個中拖羅 和一個池魚王 那試一下這個中拖羅 但是呢,我覺得呢,它們呢,就不至於切到很厚 那種,而且會是小塊一點的 中拖羅呢,它的油脂當然就沒有大拖羅那種那麼爆油 但是呢,也有一定的油脂 但是不至於很柔的那種油脂 吃下去也挺新鮮的,而且真的沒有筋的 也不錯 那試一下這個池魚王 池魚王呢,它切得都是小片一點的 那呢,它呢,相對呢,這麼皮的那個位置呢 我覺得呢,就會有一點點硬,有一點點筋的 那吃下去,我覺得好像中拖羅就比較好吃 那另外呢,也還會有這個海膽,先試一下 那海膽呢,其實呢,它呢,就會有一個青瓜 另外,還有一個紫菜在這裡 試一下吧 那些海膽呢,也不是說很小塊的那些 而且,看來它的色彩也挺漂亮 那海膽呢,也不是說很濃的 然後,加了這個青瓜片 吃下去呢,好像青瓜的那個味道呢 比那個海膽呢,更重的那個海膽 但是海膽呢,就不是腥的那種 好了,那試一下壽司 壽司,壽司很吸引 這是海膽的劍魚腩的壽司 這個劍魚腩呢,就有少少筋的 它的飯呢,就不是劈的 就會偏向是硬一點的 還有呢,就會大塊一點的 但是你說,配上這個海膽呢 整體來說,都不錯的 我們吃了海膽啊 但是呢,其實外面呢 都有一些自助吧 而自助吧,我覺得有一件事呢 不得不提的 它可以進食這個蟹籽 這個蟹籽呢,最好吃的方法 人家不知道 就是將它加到海膽上面 再吃 嗯 嗯 海膽的味道呢 已經重 加上蟹籽呢 有少許嘟嘟嘟的口感 嘗嘗這個火鹽蜜汁中拖羅 它的飯呢,不算很大顆 我覺得有點大 對呀 那我嘗嘗 嗯 嘗嘗呢 就... 燒得過火了少少 肉呢,就實了一點 但是燒得挺香的 這是火鹽中拖羅 就是沒有蜜汁的 這個 燒得很香 不錯 還是燒一下,重熟了少少 變得更實一點 就是這個火鹽辣和牛 好像很正 這個和牛呢,我個人覺得一般 因為燒得比較沒有那種和牛的油煎味 先問這個XO醬飯蠟 這裏都有些創意的 這個XO醬味呢 是很出的 而飯蠟貝味的火鹽呢 是被XO醬蓋過去 燒得有點硬 這裏也很一般 最好吃的是剛剛那個火鹽中拖羅 火鹽三文魚帶子壽司 三文魚子是好吃的 帶子呢,我也是薄一點 不過呢,最特別是那裏飯 因為煮了一些紫海粉 鋪著它 所以這個紫海粉就很香 不過呢,因為紫海味太重了 我覺得有一些 蓋藥本身大小的味道 做不到那裏 有這個黑松露中拖羅的壽司 嗯,這個黑松露味太重了 真是蓋藥本身的味道 我來試一下這個黑松露油煎魚 先試一下 我覺得這位壽司的賣相都不錯 這個油膚也挺肥的 這個魚味呢 我一層似乎是有一點重過剛剛的沖羅 不錯 好,先試一個海膽海葡萄大赤蝦 哇,海膽啊 蝦呢,我覺得都有點爽口的感覺 不差的 而海膽味呢 反而被蝦味開過了 對,這個海膽沒什麼意思 好,那我試一下 私餐才有的熟食 就是這個 牛仔骨 牛仔骨都燒得挺香 不過呢,肉質有點硬 有些筋 味道不錯 質感呢,就差一點 我來試一下這個避風塘炒一下 哇,這些避風塘都很猛 嗯,味道呢 和質感都差一點 因為它炒得,避風塘不夠日味 差一點 果然不用試了 這個 盡量多吃海膽啊,黑松露啊 醬汁會比較好一點 好了,是時候呢 就去到B的級數會吃到的東西 都是我們點了一些壽司啊 和這些魚生的 那這個呢 就是鵝肝帶子壽司 上面就會有顆鵝肝 那顆鵝肝看起來都挺… 都叫大顆的 它那個鵝肝其實都燒得挺香的 但是呢,如果它當然再大顆 就會更好吃一點 但是呢,我覺得呢 它這一批的飯呢 那個醋味比較重 那些呢 還有呢,就會比較便宜了 我覺得那個飯就差一點了 剛剛私餐的那一道 是中拖羅的大木吞拿魚 那我來試一下 好吃耶,很軟耶 反而呢,我剛剛的那個 中拖羅油脂味那麼膩膩 那麼膩膩 好吃耶 我來試一些B類的壽司 我覺得比較有特色的 那當然呢,因為B類的壽司 都相對C類是比較多的 所以我們都沒有傳聞 都叫我們有興趣的 其中一款就是這個 龍蝦膏赤蝦壽司 那上面那一塊應該是龍蝦膏 先試一下 龍蝦膏的味道 但也有一點聲音 我都慢慢來 對,我的蝦不是說很隔 好,試一下這個 柚子煎魚蝦膏 柚子煎魚蝦 柚子煎魚蝦 柚子味不明顯的 但肉質是偏實的 我試一下這個 和牛蝦蝦 和牛的質感是鮮的 對了 我覺得慢慢地 好,又試一下火隻類 這個就是火隻三文魚腩壽司 煎完呢,它的油脂是非常多 但我覺得如果它的三文魚 可以厚一點就更加好 因為吃下去就會 偏向薄的三文魚 比例就好像很大 但真的很香 先試一下這個 芝士和牛壽司 芝士吃下去都蠻黏著我的口 但我覺得好像和和牛 就不太合格 試一下B區鮮有的熱食 就是這個 比目魚 這個比目魚很香 而且也挺淡淡的 肉汁都OK 一梳梳的樣子 不錯 而且最重要 它不是說燒得很乾 還有少許魚汁在裏 哇,這個鰻魚很尺 是芝士鰻魚 要試一下 我覺得這個芝士燒完 有少許不好的味道 而這個鰻魚是偏實的 不算是很肥 另一個熟食 鮑魚 這是紅燒汁煮鮑魚 試一下 很入味 不過它的口感 比較脆 我比較喜歡很軟的 對於我來說 不是剛剛好味道 好了 吃完B、C類 就吃回A類 就是最基本的類別 來的 試一下魚生 先試三文魚 它來的數量和我 點的數量有少少出入 三文魚不是很肥味的 有少少根 先試一試 帶子 帶子很厚 三點鐘 好 好 剛剛有人來 就說兩點半 最後吃到三點鐘 好 我們繼續吃帶子 帶子很厚 鮮甜度 雖然比三文魚好一點 但我覺得味道很鮮甜 有很多種 我先試一下 鹽魚腩 魚腩 魚腩有些筋 但我吃過三款的魚生 我都覺得質素很一般 剩餘的魚生 就留給阿肥 我先試一下三文魚的火車 三文魚壽 這個跟剛才有少少不同 跟剛才我吃的三文魚腩 這次是三文魚 老實說 如果我把三文魚腩和三文魚火車 放在這裡吃 我都不太懂得分 三文魚腩的油脂會比較重 我先試一下港島蠔的壽司 這個飯比較大 但蠔不能說是肥 我都不太喜歡 因為味道不太好 試一下手捲 這是蟹肉蟹膏手捲 由於放了時間要拍攝 紫菜開始軟 我試一下 飯跟壽司飯差不多 有多一點 蟹肉蟹膏不算少 而且蟹的味道是挺出色 我先試一下 我比較喜歡吃大鴨 但我還不喜歡吃的 蟹靈魚 我喜歡吃蟹靈魚的原因 是咬起來很爽口 好像在魚川的感覺 但我覺得這隻蟹靈魚不夠爽口 再試一下蟹色生蝦 大鴨一凍是吃蝦的味道 先試一下油甘魚 軟味不重 也不算太胖 也不算太胖 先試一下吃蝦 蝦的味道 我覺得蝦很爽口 帶一點鮮甜 以蝦來說質素還不錯 我喜歡吃蝦 帶子和蝦 其他味道相對而言 一般一點 好 先試一下熟食 先試牛蝦 牛蝦看起來也不算很薄 終於咬完了 有點銀 我不是太喜歡銀 試一下羊鑲 脂鹽粉味 適中 但比較乾燥 很粗 試一下天婦羅肉脂 通常有天婦羅蝦 天婦羅蘭瓜 好像比較少天婦羅肉脂 好像比較少天婦羅肉脂 皮算挺薄的 還有一個南瓜 我覺得南瓜本身就不夠甜 另外也試了一些炸物 這是北海道紅豆牛奶卷 先試一下 北海道牛奶卷 一上去都是普通牛奶卷 基本上要咬到比較深入 才可以吃到紅豆 但是炸得挺好的 挺好吃的 試一下炸榴槤 炸榴槤 炸榴槤放在裡面 比較少會失望的 炸得夠熱 夠流心 挺好吃 不錯 最後我們都是唐咩開開 第三次 好像是氣轉 應該是最後的食物 就是叫了牛肉鍋 裡面大概有四五塊牛肉 嘗嘗嘗 要吃點熱的食物 我覺得這個牛肉的牛肉 牛肉味是很重的 但是它又是很韌的 嗯 很麻煩 不過勝出牛肉鍋是夠熱的 好 基本上我們有興趣的 已經吃完了 就剩下甜品 還有雪糕 老實說 外面的甜品櫃裡面的甜品 吸引力對於我來說 就不算是非常大的 所以直接做一個總結 先重溫一下價錢 好啊 價錢 我們兩位 因為這次是叫C的組合 那價錢呢 就是468元一位 再加1 那兩位 合起來呢 就是 1029.6 已經連上加1 那我們呢 先把推介指數 阿肥 推介指數 79 好啊 好啦 那我扣分的原因呢 最正的東西 因為它的價錢呢 不算是特別優惠的 那另外一樣東西呢 我覺得它刺身的種類 就是A的刺身的種類 我覺得 那質素呢 就一般了一點 還有呢 它有些熟食的質量 我覺得是一般的 還有那個甜品 出面的甜品 真的沒什麼用力 那我給這個推介指數呢 這個原因呢 就是 嗯 我們選的那個C類的組別呢 它裡面那個 中拖羅來真的OK的 還有呢 那個海膽都不錯啦 那另外呢 第二呢 就是呢 我覺得呢 這裡的環境是坐得挺舒服的 大部分都是以卡位為主啦 就算四個人來的話 我覺得應該都不是太過逼夾的 那另外呢 第三 我覺得這裡的收碟 就是收得很快的 我買的是飲品的 所以它們都算齊全 嗯 除了普通的冠軍飲品之外 也有啤酒的東西 最後啦 正所謂呢 食物質素呢 可聲可憐 甚至可以突然毫無質素可言 所以大家記得 應驗自己承受風險的流量 就來不來吃啦 那今期的影片呢 就到此為止 如果大家想看多些關於 我們開的情侶美食 關注的電話可以在下面 更加多 由於二五晚上十點出面 下一期再見了 好 我們再看看有沒有 這天是中午食的 以為有時間可以超過兩個小時以上 看一下 啊 其中一個優點就是這裡可以吃三個小時 是啦 拜拜 拜拜